而在台灣的天氣也是越來越熱 經濟部今天發起了一項節能運動 呼籲上班的時候不穿西裝 不打領帶 改穿輕便衣服 這樣就可以把冷氣機的溫度調高一點 經濟部預估如果全國的辦公室 住宅跟賣場都調高一度 那麼整個夏天就可以省下十億度的電 因為常用和外國貴賓見面 就算室內冷氣溫度二十八度 為了禮儀 再熱也得要穿西裝打領帶 夏季高溫和服裝間要組合兩全其美 經濟部長誓言想親自示範 冷氣溫度設在二十六度系到二十八度系之間 不穿西裝打領帶 改穿白色襯衫 有散熱的效果 我就這樣穿啊 我不曉得什麼衣服可以穿 我衣服這麼多啦 不加不加啦 不加啦 不加啦 天氣越來越熱 六月份也採用夏月電價 經濟部推動節能減碳新生活運動 夏日上班不穿西裝 不打領帶 改穿輕便衣服 其實不少企業這幾年也逐步跟進 主管們也都穿起了襯衫 甚至還穿T恤 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費 平常我們都穿得很輕鬆啊 對啊 穿哪些衣服 穿Polo衫啊 穿休閒服啊 我們都在講說要節能減碳 所以都會賦予在上班的時候 可能穿得盡量輕鬆一點 經濟部統計 上班不穿西裝 不打領帶 空調舒適溫度平均可提高1.6度C 相對來說冷氣就不用開低溫 因為夏季空調每條高攝氏一度 就可以節省空調用電6% 如果住宅 商辦 賣場和政府機關都這麼做 預估全台夏季就可以省下10億度的用電 記者陳小青 陳昌為 台北報導